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一些朋友和家人对我的工作的担心和不理解 就是因为我去政府的疫情检测中心去工作 因为疫情检测中心就是很多朋友还有家人就说 你为什么去那里工作这么危险 因为人人都避之的疫情 瘟疫 你为什么还要去那里工作 其实我认为危险是有的 在这个世界疫情面前 我应该去站出来为大众为社会做些事情 为这个社会去分担一些事情 我知道我也理解家人和朋友非常担心我 但是呢 对我来说我应该去站出来去做些事情 当然了 我也是不同的人 我也对这个疫情恐惧 我也对这个病毒恐惧 但是我想我还是去 这是我心里要想要做的事情 谢谢大家 耐心地听我去说完 谢谢大家